我要休假我不是机器人 在昨天有1500多名的外籍的看护走上街头 现场象征的血汗鲜红的议题 从大货车当中是倾泻而出 还写着说血汗长照在布条上 要向马英九总统跟行政院长江云化的肖像看板来抗议 而且还贴满了许多血机的贴纸 他们要呼吁政府来正式长照的问题 因为这些看护工有很多人 每个月都只能休假 只能休一天 都让他们的体力没有办法附和了 他们再三的说自己要休假 他们不是机器人